任务流程图和页面流程图 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具体去绘制这些流程图 我们是不是有机可循呢 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觉得我给大家四个步骤 便于大家未来更好的去绘制流程图 第一个 我们做流程图的绘制的工作 一定要先去打好基础 那就是去了解透彻 我们的流程背后的逻辑 关系角色规则输入输出都是什么 这里给大家两个小的问题 如何快速了解业务运作的真相 就是如何梳理出来这背后的逻辑和关系呢 有没有调研的技巧 这些肯定都有 这些都肯定都有 如何快速了解业务运作的真相呢 我们可以让熟悉整体业务的人给我们讲解整个的 全局的情况 还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实地的观察 以及去询问各种角色的反馈 一方面可以验证 讲解所收获到的信息和内容 另一方面还可以挖掘出各种更多的各种方面的细节 从而去综合的全面的了解整个事情 整个流程的过程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点 我们要去做梳理提炼和呈现 我们如何能快速的将我们调查研究获得到的文字也好 包括问题也好 包括各种细节也好 快速的转化成业务流程图呢 这个问题直接值得大家思考一下 第二个 业务流程图的标准图标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去统一标准化我们自己绘制流程图的图标 第三个问题 怎么评价一个业务流程图的好与坏 这三个问题其实也是有答案的 也是有答案的 我们绘制流程图 想要快速的将我们得到的反馈和调查的结果转化成图形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流程任务的分解 逐层拆解 从最小的细节处着手 第二个 我们可以去自己定义出标准的图标 贯穿我们所有的流程图 第三个 我们需要去根据我们具体的使用情景去选择我们的工具 和我们的绘制手法手段 这个是第二点 如何绘制流程图的第二点 我们需要去做梳理提炼和呈现 第三个 我们还需要去做流程图的评估和确认 使得我们的流程图是否能够真正的让业务流程反映在图中 这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让很多的用户包括设计流程图的角色啊都参与到评估和确认审核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找各种专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产品经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确定我们的流程 啊这个是评估和确认的这个过程啊也是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绘制流程图 第四个啊我们的流程图需要维护和更新 需要维护和更新 因为流程也是在不断变化 变更的啊 那我们的业务流程图怎么能够快速的响应这种变化和变更呢 啊我们可能需要去做更多的版本控制啊 以及去做迭代的过程 嗯 我们在绘制流程图的过程中啊 我们还需要去思考几个问题啊 去思考几个问题 这都是和我们前面说到的流程图的六个元素啊 有相应的关系 大家还记得吗 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整个流程的其实点是什么啊 流程的终点又是什么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角色的啊 流程中都有哪些角色 他们都是谁 这是始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需要去不断思考的问题啊 第三个在整个流程中都需要做哪些事情啊 就是哪些关键任务 当然这些可以是一个任务也可以是一个会议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事情 我们还要考虑 这些关键的事情是可选的还是必选的 是必须存在的呢 还是可以跳过的 最后 整个这个过程中会产出什么样的文档啊 流程中会产出什么样的文档 这肯定是产品经理非常关心的啊 非常关心的啊 这些问题都是 抛给大家啊 在思路上 指导大家去绘制流程图 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啊 还有 那我们绘制流程图可以用到哪些工具呢 啊 extra rp啊 这个是产品经理 基础的一个工具啊 基础的工作的工具啊 第二个office的维索 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会议流程图的工具 还有非常快的这个啊 PPT 当然业内啊 包括网上在线的这种软件也不少啊 比如说smartfloor啊 还有一些Mac系统下的一些流程工具 大家都可以拿来去使用啊 帮助大家更快 更便捷的 更好的 更有效的去绘制流程图 更好的绘制流程图 好 这一节 跟大家已经讲了这部分 内容啊 啊 跟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啊 如何绘制的过程中始终要考虑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六要素 啊 我们又把这六要素展开啊 那就是让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的六要素都是哪些 我们的六要素都是哪些 我们在绘制流程中中 过程中始终要考虑的这六要素是哪些啊 请大家好好回答一下啊 回忆一下 好